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都说初恋不懂爱情 又要面对那个让我什么都不懂的人了 希望这次最好 喂 强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那个 我有个急事想问你 我昨晚弄丢了一枚戒指 我好像给你打过电话吧 戒指在你那儿吗 见一面吧 我派人去接你 见面说 所以戒指在你那里 强子 我以前 对你说的一切轻调 放荡的话 现在依然有效 我一句也不收回 我 戒指 等你见到我 你自然就知道了 你听到什么了 我一会儿要见一个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人 我一会儿要见一个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人 但是如果我爸妈知道这件事的话 我就让你的电话都打不了 我就让你的电话都打不了 就把我昨天新买的衣服拿出来吧 我走 我走 你吃了 我走 你听到我 morning 我去家 我去家 你吧 行 还是这么大 是哪儿来着 是这边吗 好像是这边 不对 强子 夏茂 有什么不能电话里说的 一定要见面 老朋友去去就嘛 我爸妈今天不在家 你不用担心 你们家好像不一样了 换家具了 对啊 你之前不是说过 不喜欢我爸选的家具吗 现在怎么样 交出来 这是我私人的手机 我知道 回头再给你换个新的 现在给我恢复出场设置 你先出去吧 好了 手机留下 你先出去吧 夏末 你好像比从前更霸道了 当时我们在一起 要不是他告密 我爸妈怎么会把我送出国 以前我还太小 不懂得反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刚刚在偷偷给你拍照 对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那就是现在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以前我就幻想过 如果我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里面就住着我 跟你 强子 你以前也这样憧憬过吗 我 我 既然还是高中时的味道 你特意为了我去的那家咖啡厅学的 哪有什么咖啡厅 高中下午上课前 我都会给咱俩带两杯咖啡 但是 不是我买的 是我亲手做的 所以高中你总说你回家午睡 所以高中你总说你回家午睡 其实根本没休息过 就是回去给我做咖啡 带到学校里 一共三百七十天 那就是七百四十杯 再加上做完之后不满意倒掉的 上千杯应该是有的 我 喝啊 你怎么不喝啊 夏茂 其实我 你昨天夜里哭着打电话 跟我说想我 你现在 失望了吗 什么 有一段时间 你将我的电话屏蔽掉 现在能够告诉我 为什么了吗 那时我还没从分手的阴影里走出来 我晚上找了个代价的工作 我拼命赚钱想去国外找你 可是我累垮了 有一天我撞了车 没钱赔给车主 只好把手机抵押给车主 所以那段时间我没有手机 谁都联系不上我 江泽 我是喜欢你 但是我不傻 我确实不是因为做代价抵押手机 我是去了机场路上出了车祸 受了重伤 昏迷了好几天 醒来之后发现我在病床上 手机被压碎了 已经报废了 这件事还涉及到肇事逃逸 警察调缠了好久 我一直在养伤 翔子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当时在干什么吗 是你自己说要一个机会的 看来这个机会 你不想要啊 不是的 这都是真的 据我所知 你白天跟冬子去摄影 晚上就跟阿豪去那个 私装乐队到处演出 我 我当时是 你当时不接我电话就算了 我还真以为是你手机出了问题 可是当我给冬子还有阿豪都打电话 但是他们都不接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故意躲吗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躲你 我当时在 其实是你爸爸 用冬子和阿豪威胁我 特别是阿豪 我不能拿兄弟冒险 我只能选择离开你 我彻底认清 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始终是不相信 我能说服我爸爸 还让我们俩在一起的吗 是我不相信我自己 值得让你为我放弃那么多 你就没有想过 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测验而已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试探 人心是经不起考验的 可我始终是愿意相信你的 我始终是今日我也觉得 夏茂 知道你过得很好 我就放心了 我过得确实很好 那就好 除了很想你 我其实也 算了 都过去了 今天你把戒指还给我 就当作是 我们之间回忆的一个完美结束吧 好 这里竟然一点都没变 还是有变化的 跟我来 我 我 这几年虽然我人在国外 但是我让工人将这里的地板 全部换成了黄花梨的 我知道你想说 对于专业篮球场 并不是材料越贵越合适 但是这里 你目光所及的所有木材 都是越南黄花梨的 我就是要用最贵的 我就是要用最贵的 因为 你就是唯一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用的篮球场 地板 是黄花梨的 肖默 你当时特别喜欢打篮球 而我 在第一次看见你打篮球的样子 就喜欢上你了 但是这种喜欢 我也说不出一种原因来 但是有人说过 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 因为理由就是标准 标准会变 难道标准变了 喜欢 就会消失了吗 我当时常常站在这儿 就像这样 好 漂亮 你们干什么 老妹 干啥呢 你们俩哥走呗 你跟俩哥玩会儿呗 怎么了 干吗呢 谢谢你 我叫夏梦 不客气 我家墙子 怎么了 没事 那时确实很开心 你今天真的很敷衍 如果给你准备礼物的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你也会这样对他吗 我就是觉得这样有点不合适 我 我就是觉得这样有点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难道我对你 就只是普通朋友吗 夏梦 你真的变了很多 人都会变的 然后呢 变得我更加喜欢了 变得我更加喜欢了 你之前说过我什么样子你都喜欢 看来你没有骗我 过来吧 干嘛 是吗 这谁去啊 这些都是我在国外一点一点逃来的 你喜欢的球星签名 绝版球星卡 还有你喜欢的球鞋 这些年在国外 只要一想你 我就会找你喜欢的一样东西 这样 每次一找到你喜欢的一样东西 我就会觉得 好像离你又近了一点 这样孤单也会少一点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是真的爱你 还是只爱我自己 肖默 对不起 我承认我刚才说错了话 我不该质疑你对我的感情 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 为了我可以放弃一切 但是我不能接受 因为这些 早就已经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了 就像你也不再属于我了 为什么不能 你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可你朝阳不为我喝了七百四十杯咖啡吗 你喜欢的我都记得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难道就不是真的快乐吗 我们那个时候 难道就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 我都记得 但是 我们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抱歉 你先让我冷静一下 没关系 已经等了这么久 我不建议再多等一会儿的 抱抱歉 现在信息量太大 我有点缓不过来 你应该能想到才对的 跟之前相比 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变 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强子 你在我心里 你 是那个永远无法拿时间忘记的人 算了 都过去了 其实我能猜到 其实根本就不在你这儿 你只是为了和我见一面对吧 等我忙完婚礼 有时间请你叙旧吃饭 你等等枪子 你就不想知道 这些箱子里面装着吃什么吗 我 我们来玩当年那个游戏吧 只要你赢了 我就告诉你 准备好了吗 那游戏开始了 准备好了 你可是打开 我有山王子业的吗 你让我可以听 看清楚我的声音吧 是吧 把世界的劲头了 是吧 把世界的劲头了 你可是打开 我有山王子业的吗 你可是打开 你可是打开 我有山王子业的吗 你可是打开 我有山王子业的吗 有山王子业的吗 很可爱 你可是打开 我有山王子业的吗 你 你是故意的吗 对不起 我不能再知道更多了 因为我是个要结婚的人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箱子而已 又不是判断了魔盒 你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它 你那么喜欢篮球 你那么喜欢它 你为什么可能赢不了 为什么 你冷静点 它对你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重要 非常重要 对不起 那我就先走了 强子 你等等 我 我承认 今天的一切是我蓄谋已久 也是最后一次努力 这是两张出国的机票 我被纽约大学录取了 我马上就要去赌国 明晚就登基 强子 你要跟我一起吗 我们一起去过全新的生活 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好不好 我 你 是要我求你才可以吗 是我陪我上了你 是我陪我上了你 你值得更好的人 姐夫 小美 你们 认识 认识 当然认识 强子哥可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不对 是我未来的姐夫 你是我姐夫的什么朋友吗 我是你姐夫的朋友 而且是老朋友 我看你这没有桌子 蛋糕我给你放这儿可以吗 这个蛋糕 这个蛋糕 本来是打算给你一起吃的 所以 你现在要跟我一起吃蛋糕吗 吃吧 这些箱子 你是要搬家了吗 姐夫 你是来帮忙搬家的吗 强子 你要吃吗 不用 谢谢 小美 我过来取点东西 你回去别乱说 知道吗 不会不会不会 你和姐姐感情那么好 我怎么可能会乱说话 那就好 不过姐夫 我看她看你的眼神 好像不太对劲了 你们不会 你 原来是强作女朋友的妹妹啊 那四舍五入 也算是我的妹妹了 正好蛋糕太大了 我们吃不完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 不用了 谢谢 我们不能吃客人送的蛋糕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我算不上你们的客人 应该是前辈 这前辈从哪儿论了 这个可得问你姐夫咯 姐夫 这位大姐姐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呀 大姐姐 我应该没有你姐姐大吧 确实没有姐姐大 好像也差不多嘛 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 姐夫 你说谁大 姐夫 当然是家那大了 好了 小美 你先回去吧 我和夏孟还有些事情要谈 可是 你先回去 要是你姐姐问起来 你就说我在朋友这里找东西 好吧 你还真是好命啊 就连女朋友的妹妹 也又温柔又听话 那个人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重要 你就没有想过 这对我是一种侮辱 我 其实 我 其实 你要找的戒指 根本就不在我这里 我也根本就没有见过你说的那个没戒指 只要你话都说到这里了 那我也就不再隐瞒了 跟我走 出国 我们一起去过全新的 这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 你想要的 我都可以给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把机票捡起来 否则 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 也不要 对不起 你永远地对不起我 我可以一辈子对不起你 我不想你活在恨我的记忆中 忘了我吧 你就是一个混蛋 可是 我明明知道你是一个混蛋 可我却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明明有那么美好的过去 也可以再拥有同样美好的未来的 强子 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 给我最后的答案 你是要我还是永冰 你干嘛 忘了我吧 我也 사과�wan 陈文字幕见识 拜托 classe